另外一种符合类型叫做Record Record是什么意思 Record相当于我们加瓦里面的 我刚才说了相当有点类似于Lay Lay的概念 Record它的起源是什么呢 就是说什么样的要求才诞生了Record的一个变量呢 其实有这么一种取手 它就看白板 咱们现在写的是TRC的小区 TRC的小区大多数的情况下 它操作的对象都是表 表里面有字段有记录 当然你注意观察这条记录 这条记录的话 其实是分了好几个部分 比如说姓名 年龄 性别 介绍 等等 分了四个部分 如果我们能有这么一种边量 这种边量内部也分好几块 一二三四 然后一下子把这个一条记录 全部都放在我们这一个变量里面 那将来用起来的话 就会责变很多了 然后也的意思了 那么为什么说它叫Lay呢 大家都知道这Lay里面是有常常变量的 是不是 那里面的成员变量 你想想它不也是分成 但这个Lay的内存内部不也是分成 好几部分吗 你占一部分 我占一部分 好了 这就是Record的诞生 是基于这样一个需求 来看这个Record怎么样去使用它 Declare 仍然是声明一种新的变量类型 Type 这种变量类型的名字 Type Record 说明是一种Record类型的变量 Department 是用来存储Department那张表的 Type Record Department 好了 这是它名字 Is Record 刚才说了 说你声明这种变量的时候 应该 为它声明出来这种 如果是用这种 变量类型 声明的变量 那么它内部应该分成几部分 括号 分成这么几部分 看看是不是非常像我们类的成员变量 Department Number Department Number 这是第一部分叫Department Number 它是什么类型 Department那张表的Department Number类型 第二部分叫DName Department那张表的DName类型 第三部分叫Location Department那张表的Location类型 后面加分号 到此为止我们声明了一个变量 对不起 声明了一个变量类型 看看是不是非常像 加分号这个类 你这个一个类 它的声明变量是第一个 DName 第二个Location 第三个Department Number OK 相当于我们也是声明了一个类 然后你再拿这个类 去声明变量 和加分号就非常类似了 所以在这里声明了一个新的类型 这个类型 Record类型 Record类型内部分成好几个部分 声明这个类型之后 再用这个类型去声明变量 VTemp Type Record Department 这种类型 好了 这个VTemp里边呢 就分成了三部分 往下看 VTemp.department number 冒号等于50 VTemp的department number 这部分 它的值是50 VTemp的Dname 这部分 它的值是4A VTemp的location 这部分 它的值是北京 DbM 非常像我们的类型 这个非常像我们的引用吧 VTemp 引用加上点 去防御我们的成员变量 大家看懂这意思了吧 这就是Record 那么在这里呢 Record其实还有一点点小小的约束 什么样的约束呢 Record在这里 我们保存的是 Department这张表的一条记录 好了 假如Department这张表 它的表结构修改了 我添加了一个新的字段 想想看 你的程序 是不是得在后面 跟着添加一个新字段呀 我要删除一个字段 你的程序也得在后面 跟着马上删除一个字段 这样维护起来太麻烦了 有没有一个办法 我上来之后一声明 声明的就是 我们整个这张表的 横着的这个字段的 按照字段来分 分成不同的部分 有 往下看 使用RowType属性 Declare V10 Department这张表的 RowType属性 RowType Row是行 行的类型 行什么类型 分成了几部分 我们一行数据 是不是分成几部分呀 所以这里就声明了 一个Record类型 在这个Record类型的内部 分成了好几部分 这部分怎么分的 这行怎么分的 这张表的行怎么分的 它就是怎么分的 那这样的话 当这张表的 它的表结构进行变换的时候 没关系 我这程序不用变 我已经跟踪住它了 已经咬死它了 咬定它了 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源在破眼中 我们开始学中文了 V10 Department number等于50 V10 Dname等于 V10 Location等于 那么每一部分的名字 对应着我们的字段名 能看懂的意思吧 动手做实验 认识一下Record类型 以及RowType 它所带来的好处 继续